觀音臨場他怎麼去帶來到台灣對不對 他是日本人來到台灣以後呢 台灣就是他的南境的跳舞 我們剛才有個影片 其實日本不只拿到台灣 他要繼續拿到南境 當然他這個也拿到 可是沒有幾年就那個在跳舞十年 1895年在台北城這個始政事就開始執政 然後日本的一些 因為來了很多的日本人來這些官員 這些來做生意的 所以他們的宗教其實就慢慢引入台灣了 反正這個也改變了對不對 以前清朝的那種瘟疫很多 所以改善了自來水都市計畫 這個我想日本對台北的環境影響是很大的 所以呢 因為他們在本身在日本 他們有他們的這個信長 所以他把這個西國旋律 就這樣子就日本人 因為日本人完全就把他帶過來 所以在民國15年 大政15年就建立了 我剛才臨場的時候 33或是打一把手 這整個叫做臨場 就是台北西國33所臨場 民國15年就蓋了就建立了這樣的臨場 所以西國旋律跟釋國旋律 這個是在日本 他們已經推了幾百年上千年 這個這樣的活動 所以在1926年就在台北的觀音山 建立了這個臨場 我剛才講 這是從第一尊一直到陰陰禪師 這樣的一個西日派 把他引到台灣來 就在觀音山設立這樣的一個道場 那什麼叫西國旋律 就是西國就是日本的經濟 首都京都大阪 就是他們也不是東京是京都 早期是京都大家知道 大阪 這個是日本的經濟的一個地方 在這個附近有33座的就是 拜觀音菩薩的這個誓願 把它弄成一個 然後這些33所的這個誓願 就在智本的經濟這個地方 33所誓願 都是以觀音菩薩來做本尊 有當然觀音很多 如果你們看佛經的話 觀音之大很多 像有如意倫觀音 千手觀音 十一面觀音 聖觀音 馬頭觀音 很多 不空所羅公音 很多觀音 這個是當然這個是從印度來的 他觀世音菩薩會獻各種像 各種像出來 所以呢 他在33個誓願 都是以觀音為 就是他的祖神就對了 就跟我們那個台灣的那個 所以你們看看 不管是沿著淡水和沿土經過 包括西銀寺 包括關渡宮 包括沿土經過 包括那個台大那個叫什麼 什麼沿 那個現在寶藏園 你們去看看 反正有雅馬五言 全都有人把觀世音菩薩 他的祖神一定是觀世音菩薩 兩邊一定是十八羅漢 我們台灣人來到就是十八羅漢 早期就在家十八羅漢 為什麼叫十八羅漢 為什麼叫羅漢塔 就是在全都窮到沒有地方住 住在破的佛式的 觀世音旁邊的十八羅漢的腳底下 羅漢塔 所以台灣的漢人的祖建 大部分都是這些羅漢塔 這是來自的鴨馬 所以你們看看 大概沿著淡水這些全都過來 第一個就是建立了 觀世音菩薩的一個道場 一個寺廟 然後一定有十八羅漢 這個你們以後自己有沒有 其實我今天有幾個行程 專門在看這個東西 可以做一個 專門看這些鴨馬 也很好玩 我騙你真的很好玩 好